就是说来到我们门诊 看来大夫啊 我出息了 就是说针对这个病人 我们需要跟哪个疾病和鉴别呢 首先我们要根据这个患者的年龄 和他的生育史和孕残史 生活习惯 及有内科疾病 想鉴别 我们主要常规一下 鉴别 鉴别几点 第一个就是一个全身疾病 假如这个人有血友病 有肝孔损害 肝孔化 是不是甲抗呢 或者甲碱等等 这些通过检查 一些甲状腺 或者甲肾孔 甲状腺积素水平 一些化验结果可以鉴别 在我们复刻这一块 他还有哪些疾病鉴别呢 又跟我们认身相关的疾病鉴别 如果我们相关的怀孕 是不是流产了呀 是不是先生流产呢 还是子弹流产呢 还是不是国外医院认识呢 还有情况 就是更严重的一种扑倒胎 就是我们早期的时候扑倒胎 就是停经以后 一脑出去子宫月份增大 还有几种生活小孩以后 子宫复旧的不良 因为导致这种情况 出去的发生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做流产 好长时间就是流产 做不净 一种台湾残留 台湾植入 这种移植说 这种移植出血 第三个就是我们一种炎症 在我们父亲中 又叫做生殖道也感染 生殖道感染分为 脊性期和慢性期 我们知道脊性和慢性子宫内蒙炎 这种情况下会导致这种异常出现 又是炎症 还种子宫肌炎和萎缩 阴导炎都会等等 这种生殖道炎症都会导致这种 出现的发生 第四个我们应该重视 排除完以后 我们一定要重视这种生殖道肿瘤 刚才我们讲了这种内蒙癌 公颈癌 脂肠细胞肿瘤 这种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 这几大类型的肿瘤 我们一定要重视 即早发现即早治疗 第五个 还有一种常见就是外伤 我们就好多就是这种小女孩 就经常我们跳舞或者运动的时候 起挂伤 导致这种我们坐骑马呢 或者这种坐小车呢 不知道情况下 导致这种硬道的起挂伤 或者硬道的链伤 包括我们这种 还有这种宫内接规的坎顿呢 就是好多小女孩 我们在这段时间 遇到一个小女孩 就是说遇到甜菜一物 这会导致发生 第六个 就是说医院型因素了 就是说我们根据它有抗凝药物的治疗 性激素药物的治疗 就是说好多激素 药物持续不当 就是会导 这种情况 医院型因素 都会导致这种 出息的发生 假如这种激素嘛 我们用药物不当的情况下 出息的多 可能会出息的多 以上这些病啊 就是我们要认真的行为患者的病史 对它体格检查 要认真的检查 结合患者的超生和化验结果 对它体格检查